比較開啦 你看 高次剛已經動作比出來 因為主要是第五棒陳金鋒 今天的一個表現內容稍微差一點 不過林鴻義人家要閃你的時候 不可以太積極 哇 今天第一個球會一棒落空 而這個球呢 王靖民 在現場的積分板也看到 飆出149公里快速球 這是下一棒的陳金鋒 兩出局三壘有跑者 一二壘都是空著的 王靖民過去五天出賽的三場 投了總共87成 也是連續兩天出賽 昨天投16球 再回一棒落空 哇 現場到150了 這個童韻詩 我們149 我們測到149 現場的詩迷們看到五字投的 150的都高潮了啦 這個可以說腎上腺素整個都飆出來了 對 噴發了 飆到霸過的耶 所以說速度加了差不多五公里了 哇 這個真的是直球硬拚喔 那當然你要放好位置 對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所以王靖民包括四局雙半 那時候二壘有跑者 對陳金鋒也沒有閃 現在面對林鴻鈺也不閃了 再是我們今天是亮紅燈的後表了 150了 151 對 現場是151 我們都測到150了 黃靖民 今晚沒有極限了 這種標球的方式會影響到他的續航 嗯 嗯 現在這個危機是他 要先化金 他想要化金 當然林鴻鈺帶上上陣 這個手上是不是裝了金鋼狼的 強化合金呢 賽前打氣練習 看他竟然把球打出全來打牆之外 其實還OK啦 可以彎曲啦 就是浴血的部分 兵符以後會改善 對 其實右打者駝手受傷是 反而如果真的嚴重的話 就根本都連比賽都不可能 對 連棒子都沒辦法握的 甚至 因為右打者駝手受傷 他是要拉的 反而右手還可以輕輕扶著 我賽前來問林鴻鈺說 你小時候都沒有叫你左右開弓 已經來到153 152 現場153 不過我看看林鴻鈺的肚子 我就說 算了 比較胖的 不可能教練叫你左右開弓 練左右開弓 大部分會練左右開弓 小時候都是可以跑比較快的 兩好球一壞球 還是快速球對決嗎 這個球勉強碰城的界外 很有經驗 借力使力 對方的速度越快的時候 你越想要用力的話 打中球的機會 會越低了 借他這個力量來打 一分差的比賽 在這一次冠軍戰 打到之前四戰 LAMIGO桃園隊輸了三場 通通輸一分 都是 輸一分 嚴格講起來 就是輸在王靖民的手上 因為王靖民他一上來的時候 就踩出煞車了 這個效果是很好 LAMIGO不會想今天也要輸一分吧 就看這一次 還是打成了右邊方向 劉富豪追過去 在界外區 上了觀眾席了 劉富豪也非常的拚 想要跳起來 安全第一了 這個球跳是比較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事實上已經過去了 球員都非常的拚命 在 就剛好 因為你這個跳的話 萬一下來 腳去扭到的話 這個是得不償信 哇 幾個球都用快速球 就林宏玉硬拚 因為今天的速球狀況非常的好 中華聚邦時尚喔 冠軍賽系列最多 輸一分的有過四場 2009年 獅隊四勝三敗打敗向隊 向隊三場輸一分 獅隊一場輸一分 就是兩隊了 這個 加起來有四場 或是一分差 這球擋得好 這球 這球的滑球擋得相當的有水準 嗯 三壘上可是有跑者的喔 這是一分的一個關鍵 對 那前面提到的09年那一次 還包含那個17局延長賽 一分差 17局的恐怖的延長賽 王勝偉 有的是 17局上半打全雷打 對 總共系列戰七場有四場一分差 然後就兩塊球 這一棒還是又外野 這時候呢 看到劉富豪已經是停下 腳步接殺出去 耶 王敬明守住了這一分啊 守住了這一分 六局上半 LAMIGO是 追回了一分 但是留下了三壘的殘壘 目前LAMIGO6比7 一分落後 有關 六局 都沒有到最終的 我們會有一點點 小心 我們會不會 最終的 但是我們會不會 走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